现场来关心嘉义县东石乡在今天新增了一位超商女店员确诊 除了超商要停业两天 县府也紧急匡列女店员的家庭和职场的相关接触者24人进行裁剪 此外也透过疾管家QR Code资料 针对了女店员发病前三天接触过的顾客 发出了1218封的简讯 书面实联制的部分还打了340通电话进行卫教 由于超商出入人员不罚外地民众 所以县府除了掌握了4名物流司机要进行裁剪之外 还要透过了顾客的疫调找出可能感染源 政府积极推动机管家QR Code落实实联制 现在也派上用场 嘉义县东石乡一名超商女店员13号发烧进行裁剪 14号确诊县府立即要求超商停业两天 病框列24名家庭与职场接触者 其中20人PCR阴性4人还在裁剪 由于超商顾客出入频繁 女店员发病前三天接触过的客人 县府除了透过书面实联制电访340人 其中一人有症状初步筛检阴性 在做处理 一个是送货的超商的物流 那这四个人我们已经都掌握在手上 而且都已经请他们去做裁剪 另外一个是超商听说外客比较多 所以是不是外来的客人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试图的想要去厘清 到底他的感染源来自于哪里 超商出入人员复杂更不乏外地顾客 县府除了针对确诊者足迹进行清销 也将从顾客疫调抽丝剥茧 找出可能感染源 记者嘉义综合报道